祝福我们来到你面前 感恩我们能够在你 跟在你的同在里面 在你的带领之下 同时呢 在圣灵的启示之下呢 亲近你 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 体会你的心意 看到你的兴趣 同时呢 让我们的生命在 在你的话语当中被转化 也让我们的灵魂呢 在神的亮观中被洗净 让你的话语不断的造就我们的生命 同时感强我们跟你的关系 叫我们亲近你 也亲近我们 让我们生命能够继续呢 在你的祝福当中 在你的同在当中 不断的干强 一天比一天干强 特别是我们在准备 我们自己面对着主耶稣再来 同时他再来之前的阶段 我们要面对着 细细多多的挑战 求主 师父带领我们 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 好 我们今天呢 分享 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 第一呢 那同样呢 我们谢谢你的出息 谢谢你的带导 谢谢你的支持 同时呢 愿神是恩是福给你 我们求主 继续带领我们带着谦卑的心 继续受教 请他带着那种爱主的心 继续亲近神 同时呢 让我们亲近神呢 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呢 越来越深 就是我们末世时代 要找完结 最后一段路程的 这个最后一段的路程中 非常稀要的一环 就是我们认识神 跟祂有亲密的关系 好 我们呢 我们继续下去 今天呢 我们谈到荣耀的光辉 有一句话 就叫Radian Glory 这个Radian在英文来说呢 是一个光辉 或者是一个非常耀眼的那些关 神荣耀的关就是这么耀眼 所以我们当我们读经的时候 他们想神的话语的时候 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就心中有准备 因为在这些耀眼的关中呢 在神的荣耀观中呢 我们是可以被这些 被祂的话所转化 所以这个荣耀的光 荣耀的光辉 品参在神的话语当中 希望呢 以后有时间我们会 有一个犀利呢 就是思想神的话语 但是呢 神的话语呢 在英文的方语里面 常常有很多缺点 所以我们要在他原文里面 新约呢 就在希腊文 Aramic里面 秋约呢 就在希伯来文里面去 明白 更深的明白神的话语 所以以后呢 会有一个一些系列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会有一些系列呢 每次我们见面的时候 我们会思考几个 希腊文 圣经的希腊文 如果你去写希腊文 或者写西巴勒文 然后去想办法去了解 圣经 第一呢 时间会太残 第二呢 圣经里面有几千个字 所以不容易学习 而且呢 效果也不是这样好 因为你最终还是要用 Dictionary还是要用那个 NN那个字典 所以有一个 如果我们明白 怎样很灵活的 用那个希伯来文字典呢 这样我们会更深的了解 神的话语 一些参考书 会帮助我们 能够更快 更深入 因为很多话语呢 就业时候的 或者新月 两千年前的希腊文 跟现在的希腊文 也有很多改变 就算你现在很厉害 希腊文很厉害呢 你那时候的希腊文 跟现在呢 有很多话的改变 就好像 我们的英文哭啊 C-O-O-L是冷的 会是凉的 哭了 但是现在你讲哭一下 人家不只是 讲到凉啊 冷啊 还想到 很不错啊 这种 一种很美的 compliments 所以很多时候 语言呢 也是在 印着时代的转变 会转化 所以就算你学了很好 学了很多 而且这些可能有些 甚至呢 如果真的 又成为很厉害的 十几年 但是呢 字典是那些专家写的 他不是当 他是专家 所以他知道 就业的字典 字的样发 同时我们新月的 这个字 同样的字里面 有什么改变 在字典里面 都会帮助我们了解 最重要是 我们不是在 写语言 最近的时候 没有写神的真理 所以靠着一个 好的字典 再加上那些 字典里面 的那些 再加一些 那些 希腊文 而且 希伯来文的 参考书 我们会更深地 明白 每一个字 就好像 爱这个字 在原文里面 是有很多字的 有几个字的 在英文里面 我们都翻译成 爱那个字 只是爱的程度 爱的深度 爱的条件 爱的表达 不一样 但是都是爱 好像父亲的爱 父母的爱 朋友的爱 那些神的爱 无条件的爱 这些都是爱 但是在 在英文里面 我们只是在 圣经里面 看到英文翻译的时候 都是那个爱 那么原文里面 有不同 所以我们求主 让我们 能够对神的话 有这种可慕的心 因为有很多真理 很多耀眼的真理 很多那些 非常宝贝的真理 基于我们 参考字典 参考书 我们才能够 才能够发觉到 所以希望呢 以后 我们除了 除了在神面前 等候 听他的话 同时呢 我们也在 学习那些 重要的字迹 帮助我们 更深地了解 圣经 这样我们是 一边呢 是一个 devotion 或者是一个 题目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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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 同时呢 我们也是 对那些 keyword 那些 西班牙文 或者西拉文的 的那种 keyword的了解 对我们 叫我们能够 对圣经 有更深的认识 所以 今天呢 我们是 用这个 荣耀的光辉 就是神的话带着 荣耀的光飞 神的仆人 神的那些 见证人都带着 非常 从神来的 非常荣耀的光飞 因为圣经说 我们是神的电 所以从这个神的电呢 神的荣耀是 非常耀眼的 是非常 想要的 荣耀在我们 生命当中 可惜我们 很多时候呢 眼睛是看不到 但是呢 如果我们 鼠灵眼睛打开呢 我们会看到 今天我们看一看 一个人的生命 非常 其实这是 耶稣的故事 讲到是 神他本身 我们看一看 我们常常把 路教福音第15章 第11节到32节 我们常常的主题是 奇异的恩典 但是呢 今天呢 我想想 我们要思念到 除了想到 奇异的恩典之外呢 我们要想到奇异的父亲 是个非常特别的父亲 充满着荣耀 充满着 那种不能够靠近的荣耀 充满着圣洁的荣耀 还有充满着那个 那个 那个 非常亮的 所谓亮光就是说 当时摩西山山见神的时候 他们说山山呢 有 这个整个山都在震动 然后呢 从山山呢 山山充满着神的荣耀 就是神的光辉 神在其中跟摩西见面 后来这个 这个见面的地点呢 从山山呢 以后呢 你看到他 神不但在山山跟摩西见面 也在摩西的章目里面 差不多基本上是 常常 甚至可以说是 天天在里面见面 因为摩西跟神的关系 非常亲密 神们求求 让我们在 看了这一段圣经之后呢 能够开始对神 有个深切的十年 我们不能够 把他当作只是故事 也不能够把他当作只是知识 我们要当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而且我们的关系呢 跟他的关系 我们一天不断的增加 而且我们对他所领受到 我们求助 帮助我们能够 我们的属灵感光被打开 就是求神 启动我们属灵的感光 就像我们身体呢 有五个感光 肉体上 五个感光 body有五个sens 我们身体上 and spiritually 我们也有五个sens 有个属灵的感光 希望我们能求神呢 启动 而且继续呢 加强 靠着 护惑的能力 就是 圣灵的能力 靠着呢 护惑的能力呢 不断的 打开我们属灵的感光 而且不断的加强 让我们能够 更明确的 领受到 跟神有更密切的 交流 交通哦 好 我们看一段圣经 这段圣经是在 路加福音书第15章 第11节到32节 这段现在长的圣经 我们看一看 耶稣又说呢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他有两个 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请你把我印的的家业分给我 他父亲就把长业分给他们 所以这个孩子 小的孩子呢 跟他这个父亲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 我该得到的那一份呢 你就给我 通常在以色列的文化当中 长子得两份 所以呢 这种分化是这样 他两个儿子 所以就分成三份 两个儿子 再加一份 就三份 那么两份呢 是给大儿子的 那个小儿子就得到一份 每个人得到一份 那么长子呢 多得一份 所以你分的时候 需要多加一个人 比如讲你有五个孩子 就变成储六 然后大的得两份 其他的每个人得一份 只是这种问题啊 犹太人的分化就是这样 过了不多几日呢 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 都收拾起来 往远放弃了 在哪里任意放弹 浪费制裁 那你想到 你看到这边呢 意思是说 他的父亲呢 没有反对 就把小孩子 这个小的儿子 该得了给了他 这个儿子拿到他的钱呢 他就离开家呢 去远放 但是其他这个小孩子呢 肯定不是一个 很好的个性 他的 他这边说 他放弹 就是他生活很 很浪漫 就是生活呢 没有见点 所以在那边呢 把他的资钱 就是说他所有的一切钱呢 都花完了 在花完之后呢 同时又遇见那个地方的积方 说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由于呢 地方大造地积方呢 就全哭起来 第一呢 他很随便花钱 那个钱花完了 那么花完之后呢 祸不担心 同时呢 在同一个时间呢 那个地方呢 就有积方 就是说那边 肥皂尽了一切 他就 变成 面对着很大的困苦 我们求神 让我们知道 在我们修好 像我们现在呢 当然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苦难 也不一样 是因为pandemic 但是呢 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看到很多人越来 面对着越大的挑战 这个MCO越久 挑战局越大 MCO越久 也有更多人 失去工作 更多生意关门 同时呢 更多的家庭 也面对着 经济的问题 或者家庭 那种关系的问题 所以家庭很多 很多很多 很多那些 问题存在 我发现到 在这段时间 意味症的人 非常多 不能够睡觉的人 非常多 那些 气派 经翻了很多 所以我们祈求 主内弟兄姐妹 你不要只是 为自己而活 每天祷告 觉得你有吃 有住 有什么就感恩 就没有想到 你旁边的人 也需要你的祷告 需要你的关怀 而且 不只是关怀 这段时间 是我们杀种 是我们烧割的时候 求主 帮助我们 有这个爱心 关心到旁边的人 不只是他的 生活奇迹 还是 还要关心到 他们的零分 他也没有得救 求主 让我们抓住机会 所以有很多时候呢 如果我们忽略了 神的旨意 而且呢 你来到这个世界 现在面对这个 这个 这个瘟疫 世界的瘟疫 面对的这个 病毒的 这个 MCO的这种困境呢 何尝不是因为 神要 有一个很大的旨意 要成就 如果他的旨意 是你要 让你成为一个 床福音的人 如果你拒绝了 是你的 是你失去了一个机会 而且呢 很多时候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说为什么 我们这样多人 同心合一的祷告 然后呢 为什么神没有听 我们的祷告 问题是 是不是神没有听 你的祷告 或者你没有听到 神的声音 你的祷告 准确不准确 因为很多时候呢 神这些事情发生 除了 很多人说 他是神的审判 这个一 第二呢 我们也想到 不但是 有可能是神的审判 我们不能够 就说一定是 但是我们知道说 事情没有神的允许 是不会发生的 所以既然是神的允许 当然神有他的意思 在里面 神是万能的 万万之王 万之之主 是天地万物的主宰 这整个世界都属于他的 既然是这样呢 他肯定对这个世界 是以他是会负起责任 既然他负起责任 他对整个世界 有他的蓝图 有他的计划 其中一个计划 就是基督徒要悔改 不要越来越物质化 不要越来越失事了 忘记了神 越来越严厉神 这样我们祷告当中 不只是我们要求说 求神停止这个瘟疫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就是神的旨意 要成就 如果神的旨意 不能够成就 你可以一直祷告 瘟疫是不会停止的 神有他的旨意 神的事情 神的计划 要成就了 你才能够看到下一步 神计划的一步一步下去 你一直求下面 就要停这个瘟疫 但是你没有想到 前面还有几步 神有几个旨意 要成就的 还没有成就 你再多祷告 一段时间 也是空祷告了 如果真的神在听你祷告 那是因为 前面的旨意 最终成就了 才看到神 伸出他的说 做他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知道说 你的 整个世界的困难 对神来说 不很重要 整个世界上 你我所面对的 这些挑战 对神说是很小的事情 他只要一开口 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对他来说 最重要的不是这个问题 最重要是你的问题 神要你改变 你改变了没有 神要你 除了 神要你把教会的门开了 把墙壁全部拆掉 让这个 让神的福音可以 没有无强的教会建立 然后传出去 你有没有做到 如果每个人都不愿意去做 那我告诉你 可能这个 这个 这个MCO呢 会继续下去 你不管你怎样求他 因为他的旨意还没有成就 他不会因为你求他 那就答应你 他是要成就 他有他的旨意 他有整个世界的蓝土在那边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他的心意 你的祷告要按照他的旨意 所以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 面对困难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要祷告主啊 让你的旨意成就 你的旨意什么 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顺着你的旨意 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 也求主让他的旨意成就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心中的渴求呢 当你十页神的东西呢 诗篇呢 三十七篇就说了 只要你心中渴慕 你喜爱他的事情呢 那么你心中的祷告 他就给你成就 就算主耶稣 他是要面对着很大的灾难 为我们持在四字加三 为了我们流血 同时呢 还为我们下地 所以这些呢 主耶稣的祷告 让神的旨意成就 然后 才让他看到 他的祷告 就是不要离开这些灾难 所以当神的旨意成就了 他从十里乎乎 回到天上去 所以这些呢 我们不要忘记 包括神的儿子呢 都要在祷告中 面对着前面 这样大的苦难 这么大的羞辱 他还是坚持下去 为的是要成就 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成就呢 后面的祷告呢 肯定也成就 为什么 耶稣死了之后 为我们下了地 护霍之后呢 成就了神的旧恩 成就了神的旨意呢 他就回到天上去了 他就不需要 在地上受难受苦 所以呢 最重要呢 还是神的旨意要成就 所以我们为了 整个世界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是要祷告神 你在马来西亚 有什么旨意 求主 带领我们 能够完成你的旨意 按照神的带领 我们愿意顺服 在神的带领之下 让神完成他的旨意 要祷告整个教会呢 也愿意顺服 同时改变 让神的旨意成就 同时呢 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 除了神的旨意之外呢 我们愿意呢 愿意呢 在神面前呢 成为他的器皿 继续带导 不只是为了 MCO的过去 这个 Pandemic的过去 还要为了神的旨意 成就祷告 因为我们相信呢 主耶稣很快就要来 所以在他来之前呢 很多事情要成就呢 这些都必定成就 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 我们要以神的心为心 以他的旨意为旨意 让我们能够 完全降服 在他的带领当中 以他生活在 与神合一 与神同心 同行的生命当中 慢慢继续下去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下去 圣经说呢 于是他去投靠那地方 面对着那些积方 同时面对着 钱已经愿完了 所以他生命非常苦 圣经说 他就投靠那地方一个人 拿人打发到田里去放猪 这个放猪呢 这种工作呢 对以色列人呢 是个非常大的修路 因为他们这的猪是很脏的 那么你给一个人呢 如果是有的选择呢 以色列人呢 那个犹太人 绝对不肯去放猪的 他定义猪是安赞的 然后你跟猪做努力呢 神不喜欢的东西 所以呢 对一个犹太人来说 这是很委屈的 对他是很大的修路 所以呢 但是他没有办法 因为他没有钱 也没有饭吃 所以他没有办法 所以第四六节 就说到他心里的感受 他恨不得拿猪 拿猪手吃的 斗鸡啊 冲击 也没有人给他 就是因为他饿得非常 非常 就是说 没有得吃呢 所以对他来说很辛苦 非常饿 所以没有办法 他去做这个饭猪 但是呢 对他来说呢 为了吃 他没有办法 他要去做 但是在这个困难当中呢 我们感谢神呢 在他的良心当中 在他的 在他的心中 他想起他的父亲 他说呢 他醒悟过来 他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可良有疑 但是呢 我倒在这里饿死 这是一个 这个是 这个孩子 这个小儿子心中 总是有点智慧 他想到他爸爸那边这么好 为什么我在这边受苦 他说我要起来 到我父亲那里 也向他说 父亲我得罪了 天又得罪了你 所以他不能够过关的地方 就是他得罪了父亲 叫父亲分家产给他 通常家产是要等父亲死了才分 他呢 在父亲还没有死 先就要求 是一个很不孝的做法 但是呢 他照着没有办法的时候 他还是想通了 他回去了 就算是 替父亲做努力都好了 做故宫都好 他说我要回去 会向我父亲说 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人 我们很多时候呢 得罪了人 但是叫我们向人家道歉呢 是一种非常难的事情 我们会用很多很多的理由 来解释 有很多很多的行动 来避免向人家道歉 但是这边呢 他说我要回去 跟我爸爸说对不起 是非常难的 那时候他离开的时候 肯定是很骄傲 觉得他只要拿了钱 他出去去可以创下 一个天下 比他父亲更大的天下 每个人都是这么想 但是呢 事实呢 他出去呢 花完钱了 连自己都不能够管得好 还想建立一个天下 然后呢 刚好又碰到积方 谁面对着问题 所以他们继续看哦 在这些圣经 然后他说呢 第四九节 他自己的提议了 他要向他父亲做一个提议 从今以后呢 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 所以你就把我当做工人 然后我离开你的时候呢 是儿子 但是我失去了一些 我不配做你的儿子 但是我们感谢主呢 主耶稣 虽然人呢离开神 犯罪呢 失去跟神了 父亲儿女的关系呢 主耶稣为我们 是付出这个代价 因为犯罪的代价 是死 刑法是死的 死刑的 所以因为罪的工价 那是死 但是主耶稣为我们 为我们死 又为我们付出了 罪的代价呢 今天我们再次 恢复跟神的关系 这边所看到的 主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是在讲究我们天上的父亲 有一个非常非常奇异的父亲 怎么爱我们 他呢 主耶稣呢 其实他所行所说的 是表达天上父亲的爱 我们再看下去 一次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 先里还一眼 就是相当远的地方 他父亲看见了 就动了慈心 跑去抱着他的颈线 连连与他亲嘴 那时候儿子啊 父亲 儿子说 父亲 我得罪了您 又得罪了天 从今以后呢 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 所以他按照他心中所想的 就跟他爸爸说 但是他父亲看到他的时候 看到他小儿子的时候 知道他外面受尽了痛苦呢 所以呢 他就抱歉呢 连连与他亲嘴 就说 很高兴能够见到他 而且呢 已经是前多很多天了 所以心中想念这个孩子 儿子是这么说 但是父亲怎么说呢 他父亲却吩咐仆人说 把那上好的桃子 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 把鞋穿在他脚上 穿鞋的人呢 是家里的人 那时候的工人呢 那些仆人呢 是关着脚的 等于第二呢 戴着戒指呢 是代表着家庭的前面 就是父亲闯给儿子 或者闯下去 所以可以戴戒指呢 是表达他是 那个父亲已经赦免他 把他的那个身份给给他 穿上的鞋子呢 是表达说 他呢 他父亲不把他当作工人呢 那是当他当作儿子 家人家里人的一份 一份子 家的一份子 然后呢 穿起那个袍子呢 这个衣服呢 是一种工艺 就是说 他虽然犯罪了 父亲赦免了他 这个袍子呢 是来这个 这个袍 袍呢 是来 说他现在呢 穿上呢 是父亲所给的那种公益 就是父亲所给的那种儿子的身份 所以呢这边呢 其实他父亲已经基本上就完全把他的身份 把他的全病 把他那种那种过期那种尊敬呢 全部加在他身上 就是已经给回了他 已经给了恢复了 所以他是非常蒙恩的 所以我们从 从这边看 但是我们要再看下一段 非常重要 我们再看一下 第15节 第23节 我们等一下要 稍微思想的就是这一段 因为前面那一段 光与儿子呢 跌倒了 人质了 犯罪了 失去一切 回来 我们都很熟悉 我相信很多 我们上了很多课程 但是最后这一段 我们稍微想一想 等一下我们要思想一想 路教福音第15章 第23节 他说 做父亲说 把那回牛肚牵来宰了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每个人都在吃喝快乐的时候 最不快乐就是那个牛了 因为那牛被杀了 再不快乐的 不喜欢的就是他大儿子 所以那一天呢 所发生的事情当中呢 他孩子回来的那一天 有两个人不喜欢 不快乐 第一个是他大儿子不快乐 第二呢 是那个回牛肚被宰了 杀了 是他不能够快乐 他家的 有两个人 我家的 是他家的 我家的 不是他家的 是他家的 他家的 你这个大儿子 没有离开 你这个大儿子 没有离开 很累了 一起放 上看我其实非常 光在 那几天 你拱他回来呢 一样点天 往这些叫做跳音 边叫过一个 普遍 他说 你先来 他最无品 他回来 往里牛犊子 因为他回来 看那个 儿子的态度 大儿子 不因为小孩子回来 小弟弟 不因为弟弟回来 是因为弟弟回来 不肯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你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 你并没有给我 一只伤羊羔 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但你这个儿子 和餐鸡呢 推进了你的肠 就是你这个儿子拿钱出去 放蛋 花完了所有的钱呢 他一来了 你倒为他宰了 匪牛堵 他说你没有为我怎么做 却为了小弟怎么做 他父亲对他说 哎呀 你常和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只是你这个先帝呢 是死也复活 死也有得的 所以我们离当 放喜快乐 在以色列文化当中呢 长子呢 只要超过12岁呢 他有一个 会进行一个 成长的离役 在离役 在离役当中呢 小孩子在12岁 会进行一个 Ceremony 在那个Ceremony 过后呢 这个儿子呢 就已经进入了 儿子的名分 家中的一切 都是他的 凡是父亲呢 也是属于他的 所以他有权病呢 下命令 如果他要吃一只羊呢 是很小的事情 他要杀一只羊来庆祝啊 吃啊 都不是问题的 他这一句 他在讲这一句话呢 其实他在发牢烧 他在那边不高兴而已 不是说他不能够 不能够 不能够杀那个羊 如果是真是这样呢 他是一个很笨 我相信他没有怎么笨 所以这个故事中呢 这个大儿子呢 其实他就是不高兴 所以就向爸爸发牢烧 而且呢 他爸爸跟他说 你天天跟我在一起 那是你的福分 你也没有出去受难过 这也是你的福分 那么今天呢 儿子回来 我们再一次 有个完美的家庭 我们应该庆祝 讲到这边呢 我想跟你分享 一些一个思想 你看他讲到三十二戒的时候 你看他儿子呢 他大儿子呢 他说 当你这个儿子和餐鸡 吞进了你的肠叶 他一来呢 你就倒于他 宰了肥牛肚 父亲对他说 哎呀 我常 你常与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只是你这个 你这个先帝呢 是食而复合的 食而又得的 所以我们到 我们离当 方式快乐 那么这句话呢 到这边停了 没有继续这个故事 到这边算是暂时结束 但是你想一想看 这个大儿子呢 有没有 当父亲跟他说呢 你这个儿子 你的这个小儿子啊 你的弟弟呢 是食而复合的 所以我们应当清楚了 你说他同意吗 他接受他爸爸的话语吗 他应以接受吗 你想一想 圣经是讲到这边 但是你去想想看 在现实里面 他的大儿子 是不是接受了这个劝导 就是他父亲跟他所说 因为他在他父亲名字说 他说 大儿子生气 他对他说呢 他对父亲说 我服侍这么多年 就是我很劳苦 很努力在家中做事 我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 这个大儿子呢 是 是 是一个 standard good good son 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商养膏 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他说你没有这样给我庆祝 但是呢 这个孩子呢 去 去 去 这个坏弟弟 回来呢 你就这么 庆祝 庆祝 但是呢 父亲呢 回家说 其实弟弟呢 还小 他做错了 他出去呢 失去了一切 还好他肯回来 没有实在 没有不见 回来 认错了 有些人 他回来成为一家中生子 还应当高 你说他的大子高生吗 从被激化 他的大子几乎挂了 你干吗 回赶 从现实的行程当中 我们告诉你 如果大子 大概是一生的人 你说他们灰赶吗 让我告诉你 以色列人 也就讲到这个故事到这边停了 没有再讲下去 其实这个故事是讲到神的救恩 慈爱的天父 包括小儿子 大儿子 大儿子呢 是代表以色列人 如果是事实呢 按照事实来看呢 以色列人对神 回答的话 这个大儿子 代表着以色列人 这个大儿子 所说的下一句话 是应该是这样的 他不但不悔改 而且把怒气 冲在神的身上 冲在他父亲的身上 他怎么说呢 如果我们要一个尊敬 而且是一个事实的事情 来分享一下 其实呢 他下一句话呢 如果他开口讲的话 记录下来呢 他是跟他父亲说 为了这件事情 我要杀掉你 因为事实是讲 当耶稣来的时候 他们把耶稣杀了 定在十字架上 拒绝了神 所以有时候我们做这个大儿子 这是代表讲到当时的故事 同时呢 耶稣所说的 这个比喻当中呢 隐藏着 对以色列人的劝导 但是呢 耶稣也知道 这个以色列人不会接受他 不但不会接受 他还会把他定死 拒绝了耶稣 所以祝货七十年的时候 当救主来的时候 他不接受 祝货七十年的 整个耶路撒冷城呢 被完全毁灭 以色列人 受到一个 他们几百年最严重的伤害 因为那个 那个是罗马帝国 请将来 派兵来 请将耶路撒冷 正压判那些过去一次一次判灵 然后锁断了非常残忍 大小都杀 寡妇啊 婴妇啊 小孩啊都杀 所以这个是非常残忍的 非常可怜的一次的灾难 这是因为他们寄解了耶稣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然后我们现在又回想 那个时候呢 我们想想那是大儿子代表 讲的是以色列人 今天呢 大儿子讲的是谁 大儿子讲的是谁 很多时候呢 其实圣经里面我们从这边看 我们会不会是那个大儿子 我们常常 如果有人悔改 人做的不好 悔改 特别是那些 那些犯罪的出去了 然后离开教会 然后他们回来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还是 不是很不像 我们会不会 庆祝 为他们的生命庆祝 我们是不是会接受他们 还是我们还是每天都记得 他曾经是这样 早这样坏的 他不可以在我们家庭中 享受同样的祝福 他应该是第二等公民 还是怎样 然后我们常常想到 这些人呢 我们不能够用他 因为他们的记录呢 非常差 我们不能够像他父亲这样 没有条件的庆祝 会不会这么做 我们是不是真的很欢迎他们 还是我们常常呢 举巴上是欢迎他们回来 但是在习习多多上 在习习多多的表现上 是有偏见 所以让我们那些犯罪的弟兄姐妹 要回来都非常难 回来之后 过的生活 又将面对很多偏见 求主帮助我们 在念神的话 常常要反省我们自己 我们会不会是那个大儿子 会不会是那个 今天比如上 我们曾经得罪我们的 曾经伤害过我们的 曾经对我们不起的那些人 如果他今天回来 你能够打开你的双锁 接受他们 你愿意不愿意 帮助他们再一次呢 真心愿意的帮助他们 恢复正常的属灵命 让他能够再一次干强 给你起活 也不是神 还是呢 你常常让他非常难 就是他要回来 回来的路上 困难重重 还有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要面对家里面的人 接受不接受我 接受之后呢 又怎样 是不是有 我是第二等公民 接受之后呢 我是不是 不能够跟他们一样 享受同样的利益 所以这些我们都要考虑到 我们常常呢 没有想到 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大 大儿子 我们常常心中间的这个大儿子 很不应该 但是很多时候呢 曾经我们自己呢 会不会也是这样的 特别是教会 我看到很多教会呢 那些人 得罪了灵修之后 他们离开 那么有那么一天 他们又回来的时候 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 而且呢 都常常被拒绝 我甚至呢 不只是看到别人 甚至我们自己的教会 我看到有些那些 那些离开教会呢 因为 因为争吵而离开 要回来都非常难 我都 常常很伤心 为什么 我要帮助他们 恢复正常的 生活 主内大家庭的生活 但是发现到 很多人呢 就看不开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不讲别人 就是说定义从我们自己开始 我们能够不能够成为那些 像这个小孩子这样的人 成为他的朋友 鼓励他悔改 鼓励他善 再重新做人 鼓励他再次热心为主而活 鼓励他们 鼓励他们 鼓励这些 已经应以悔改的 应以回来的 曾经错过的 甚至一些 这些人呢 在走的时候 可能也伤了你的心 但是你愿意不愿意呢 打开你的心 接受他们 然后让他们 能够再一次有机会呢 跟你同一座一起呢 佩戴福世神 所以我们求主 在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第一呢 看到这个奇异的父亲 是这么好的父亲 同时也想到 这个儿子呢 感恩这个儿子 小儿子可以悔改 归宪父亲 但是呢 我们也想到 我们要不要 从这个大儿子那种心态 改变过来 要像这个故事里面的父亲一样 能够爱那些犯罪的 那些离开的那些罪人 能够帮助他们平安的 帮助他们呢 顺利呢 再一次呢 重新爱主 服侍主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有这样的心 我们再看下去啊 稍微做一些 下来做一些 summary 那么这个 从这个故事当中 我们看到 父亲呢 在故事里面的父亲 代表是 慈爱的父亲 天父 年少的儿子代表 罪人和后退的人 年长的儿子代表 透过工作 以表现 来起业神的人 以行为来起业神 很多人 觉得他肯定 他很努力去做工 是为了去服侍神 为的是要逃神的喜业 但是我们知道说 你得神的喜业 不是因为你很努力去做工 是因为基督耶稣为你使 他的宝鞋吸进你 所以你在面前得神的喜悦 是因为基督耶稣的宝鞋 不要因为你做的太多 做的太好 做的比别人都强 要谦卑在神面前 因为 您蒙恩是因为 主耶稣的宝鞋 主耶稣的恩典 所以你要在恩典中 继续服侍神 你所做的不过是小小的事情 跟耶稣比了 又算什么 然后耶稣属于你使 那么你呢 又为谁而死 为谁付出代价 我们求神的帮助我们 能够在感恩典中 继续谦卑 如果我们记得 我们在神面前得神的喜悦 是因为我做了很多 我做了长老 我做了牧师 我做了领袖 我做了组长 这些东西 我告诉你 你一定会轻看那个小孩子的 因为你记得 你有很大的功劳 有很大的成就 有很大很大的表现 所以这种人 如果一直看他的表现 看他的功劳 看他的成就的话 他对那些 对这些犯罪的 对这些失落的 对那些跌倒又悔改的人 肯定是缺少同情心 缺少宽容的心 因为他觉得这个犯罪呢 跌倒人 旧有所欺负事态 该死 所以我们求主呢 让我们有个正确的心态 在神的国度当中 知道说 一切都是因为神的恩典 不要感到骄傲 也不要感到自豪 乃是要在主里面呢 做以感恩的心 过我们每一天 然后 然后感谢主不断的示付给我们 将来遇到天上的时候 我们可以领受到 从神而来的冠冕跟减赏 好我们再看下去 这个小儿子的跌倒的步骤呢 我们看到他第一 很自私 没有想到爸爸的感受 跟爸爸拿钱 然后又分家产 那么少这种事 很自私 没有想到大人的感受 而且人的感受 他固执呢 要走自己的路 第三呢 他呢 离开了家以后呢 过他的生活呢 是一个泛淡 是一个贫困 而且最终呢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非常自卑的生活贫困 然后呢 过一个饥饿的生活 所以这是 这是 小儿子 他往下 往下波走的路 就是因为他离开了家 因为开始他犯罪的生命 就一步又一步下去 这个七步的下去 然后我们看他 悔改的时候 他是七步往上走的 第一呢 他开始醒悟 所以每个人的悔改呢 他要醒悟 就是有神感动他 让他明白 我们得救的是本福恩 但是呢 能够悔 接受神的这个信心呢 也是从神而来的 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 只是因为神的恩典呢 我们可以悔改归宪神 是圣灵的带领 如果神把圣灵 从我们身上挪走了 我们就不知道悔改了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要小心 我们如果 如果呢 亵渎圣灵 我们就如果 亵渎圣灵 就是说圣灵的坏话 而且诬告圣灵 这样我们的圣灵呢 圣灵也是神 如果他放弃了你 你就永远不会悔改了 不管你听多少的福音 不管你听多少人的感动啊 带领你啊 见证你都不会悔改的 所以我们 我们不要生活在犯罪当中 当你生活在犯罪当中 你会越左越远 到了一个程度呢 你放弃神 第二呢 你甚至呢 如果你 你生活在那些 邪恶的生命当中 你可能甚至呢 会邪渡圣灵 邪渡圣灵就是 就轻看圣灵 描述圣灵 说圣灵的坏话 离开了 离开了 离开了神 而圣灵放弃你的 那一刻 那一刻圣灵放弃你 那一刻开始 你永远不会悔改 因为没有圣灵的感动 你不会悔改的 没有圣灵的带领跟圣灵 打开你属灵的眼睛 你不会悔改的 你会 你会一直走现邪恶的路 因为你是在 在那些邪恶的势力当中 在撒旦的势力中 蒙蔽了眼睛 而且呢 你是被撒旦所困绑的 你所紧手做的 会继续按照撒旦的指示 那么你越走 越惨 到最终呢 连你的气温都湿起了 左线第一的路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感谢主呢 这位这个小儿子呢 他悔改了 他醒目了 他明白了 第二呢 他就截止要回去 然后在归毁的路上呢 他呢 他就决定了 他就走了 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 决定之后呢 又一直连此原始都没有做到 所以 真正悔改呢 就感谢主 求他带领 然后我们做了决定 我们就 按照我们的决定去做 然后在恢复的路上呢 我们可以 经历到 被主所 结束 被主所欢迎 那就是我们 从 跌倒的路是起步 悔改的路也是起程 我们求主带领我们 能够 继续呢 观察我们自己 不要偏离神 我们再看 看到父亲的奇妙作为呢 这个奇妙的父亲所做的奇妙作为 很难想象很难明白 但是呢 恩典的允许 像我们当初呢 亚当下午呢 在伊甸园的时候 神 神创造他们的时候 给他们 选择的全力 这个全力呢 叫选择的全力 神没有后悔 没有拿回 是神允许 给他们那个选择的全力 但是 你有选择的全力 选择的后果呢 你选择之后的后果 你就没有全力决定 你只能够决定 你要做什么 因为他给你选择的全力 但是呢 你犯罪了 你做错了 那做错的后果 就不是由你 由你选择了 只有按照神的立法 来定 所以我们求主 让我们明白 虽然我们 是在主里面 有选择的自由 但是选择之后呢 后果呢 我们是要面对 但感谢主呢 至于犯罪方面呢 没有主耶稣 为我们付出代价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然后他有恩典的供应 就是他要什么 就给他恩典的解物 就是他能够悔 是神的感动 不是他的聪明指引 因为在信主的路上 是神的恩典 让我们知道 我们错也知道 神是我们的救主 恩典的接纳 回到神的怀中呢 我们跟神呢 再一次和好 而且要恢复我们的 跟神的关系 同时呢 他恢复我们 在主里面的权柄 同时呢 当我们 曾经说 当一个人悔改呢 有很大的 天上呢 都在请主 一个庆典 然后呢 当我们 当我们呢 信主了很多年之后呢 开始交爱起来呢 神劝勉我们前辈 要接受我们 以后会有很多 小弟弟呢 犯罪的那些 代表着那些 小弟弟代表那些 跌倒啊 那些犯罪的 我们要以宽容的心 当然我们 能够对罪妥协 但是对罪人呢 我们要不断的鼓励 不断的前面 对罪呢 我们是 像父上的一样 我们是恨罪 但是呢 我们要爱罪人 我们再看下去 呃 就说 在神的恩典当中呢 我们可以 唐五纪的来到他面前 就是西伯来书 第四章十六节说的 定义 多玛书第五章 第一节到二节呢 我们在 我们是 因信 进入神的恩典当中 他成为罪 我们成为义 定义 一副说 第八章 啊 我们这些 他说你们的救恩本 你们的得救本福恩 也因着信 所以我们得救不只是因着恩典 也是因着信心 而且不是处于我们自己 就是说这个信心的 不是属于我们的 恩典处于神啊 那个信心也是处于神的 因为你信心是从听道而来 就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的 啊 不是我们有这样的信心 是神的话语 在我们心中产生的信心 这个话语呢 是圣灵放在 在我们当中 帮助我们 让我们明白 因此呢 就因着这个神的话语呢 我们就 就在我们心中产生的信心 就可以 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得救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非常感恩 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是我们再次在十年 我们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父亲 一个非常伟大的父亲 是一个非常宽容的神 但他也是恨恶的神 他跟罪呢 结不妥协 他是一个恨罪的神 他对撒旦的工作也不宽容 之后到了 他必定有审判 同时呢 我们知道说 我们这些以你和好的人 我们非常感恩 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跟你和好之后呢 我们是跟耶稣同做保座 我们是你的儿女 同时呢 我们是你的祭司跟今晚 我们又是你的死者 又是你的世界 我们呢 在主里面呢 不断的在生活在你的恩典当中 你的慈爱成为我们生命的基础 你的恩典又成为我们年岁的冠冕 你的团契 圣灵跟我们团契呢 成为我们生命的鼓励跟安慰 叫我们能够在主里面继续干枪 为你而活 求主继续带领我们 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慈爱 能够在能够选择呢 继续选择继续在神的恩典当中 以主同行 以主同行 完成神的旨意 主你带领我们靠着恩典呢 过一个完全降服于你的生活 能够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 因为我们是神的殿 这些殿充满着你的荣耀 也让这个殿呢 能够成为祷告的殿 成为一个敬拜的殿 成为一个神话语的殿 成为神启示的殿 让这个殿呢 能够不断呢 得逃神的喜业 跟神的恩宠 在我们身上 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字的祷告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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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谢谢Pastor Jason OK